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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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麦里斯姨媽又回來了 我們今天去哪裡? 你們猜猜我去吉膽島 吉膽島是霸山對出的海島 是一個漁村 當地霸山人想吃海鮮 就會搭船去對面就可以吃到海鮮 這個島是由兩個大漁村所種成的 一個是吉膽漁村 另一個是五條漢漁村 我們現在去到碼頭 這是霸山的碼頭 我們走出去搭什麼船呢? 現在看到紅色的雙體船過去吉膽島 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又到了吉膽島 這個就是吉膽島的碼頭 它其實是吉膽島最繁榮的地方 它就會有政府機構、醫療所、商店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我們這次一行20人 又大又小 首先一落了船 就馬上去拿民宿 放下行李才可以到處走 這間民宿很棒 有五間房 可以容納到20個人 有一個頂樓 給小孩子玩 下面這裡就可以唱卡拉OK 我們那天唱卡拉OK強了三點 最重要的東西沒有說 就是它的房租 就是五百多港幣一晚 大家可以試一下 現在去找好東西吃 我們去了吃肉骨茶 很多肉骨茶大家試過 但海鮮肉骨茶真的沒試過 吉膽島就是很出名的海鮮肉骨茶 接著我們去了吉膽島大街 以及二馬路走 那裡有很多商店在兩邊 就好像我們的長洲和南亞島一樣 你看看碼頭有一個標誌 也很漂亮 我們在這裡拍照拍了很多照 在吉膽島上都有很多神廟 有科隆宮 有藍天宮 其實馬來西亞也有很多中國文化 所以有很多神廟 香火很頂盛 你看看我們又看到壁畫 馬來西亞真的有很多壁畫 那些壁畫真是唯超唯妙 都不知道誰畫的 畫得那麼像 有時候真的看到 真的好像一個人站在那裡 他又不是政府畫的 哪些人畫得那麼厲害的呢 在吉膽島大街 兩邊都開了很多風味的茶室 小檔口 那如果你想品嘗一些糕點 我們就去了這個劉家莊 那些糕點和一些饅頭很美味 你看看它 顏色很繽紛 每一個饅頭都不同顏色 來到吉膽島 當然要先吃海鮮 我們就來到這間金河茶餐室 我們吃了薑蔥炒大蟹 然後吃牛油大蝦 還有酥炸魷 很好吃的 還有魚肚石斑湯 在島上的茶餐廳 其實沒有什麼裝修 不是金碧輝煌的裝修 但它們很簡單 一個大鍋就連上石油氣 然後上一個黑色的鍋 放材料 然後放豉油醬料 然後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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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鍋氣的真的 好第二招 我們一起床 就坐一個彩色繽紛的沐浴船 去哪裏呢 去五條巷魚村 去參觀蝦米廠 你看我們的船 其實真的很美 你看 不懂彩繽紛的 我們現在在這裡 你會看到 黃色的柱 紅色的椅子 看上去覺得很色彩 你想想 坐著這艘船 如果旁晚時分 在這裡 吹吹海風 看看日落 真的很自在 很舒適 可能這裡近魚排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老鷹 在這裡附近覓食 你看有多少鷹 我們很快就來到魚排 這裡的魚 真是新鮮度 一會兒 播給你們聽 它多厲害 我們在旁邊 真的差點掉下去 是否很新鮮 我沒說謊 每一條還是很長 比一隻手 真的比一隻手 你看 每一條還是很便宜 二百多元一條 我們忍不住 買了兩條做今晚晚的晚餐 石斑來了幾大條 這就是我們的晚餐 清蒸石斑 還有炒杏子 還有酥炸蝦球 除了去魚排之外 我們還有走五條行魚村 我們去了蝦米廠 我們去了一間 藝利貿易公司的蝦米廠 它是吉膽島最大的蝦米廠 在這裡可以拿到新鮮的蝦米 其實我們都買了幾包 真的挺划算的 以前用人手去控制 去製造蝦米 但現在全部都是機器化 就好了 原來這裡還有造船廠 有一間遠德木船廠 它是這裡最有名的造船廠 你看牆上高的壁畫 都有畫一些造船的經歷 所以你幻想到當年造船很輕盛 這間是警察局 這間警察局很漂亮 外面完全不覺得這間是警察局 它成立於1896年 五條刊魚村很寧靜 吉膽到魚村很熱鬧 兩個魚村的對比真的很大 下這個旅程我們拍下了很多精彩的片段 大家欣賞一下 我們這麼餓食 當然不會浪費每一個機會 我們臨到最後都去找一間甜品店 去吃了甜品才回家 你看這些甜品是很有名的 很精緻的 而且它不貴 它每件都是10-15元 那就玩了兩天一夜 又是時候說再見了 回家吧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